好好看啊 外面的风景 哈喽 宝子们大家好 我是甜甜 今天我们要搞一个大动作 带着真我GD6挑战上天入地下海 我们会横跨深中通道 然后全程看看它的信号表现会是怎么样 Let's go 趁现在时间还到 先来玩游戏 海洞隧道呢 是位于中江三角洲 成城市和中山市以及广州市 南山市的跨海隧道 全长大概是24公里 海底隧道呢 它的长度大概是6840公里 它的深度达到海平面下的39米 我们现在已经在沿江高速上了 这玩游戏 目前来说 整个的这个信号 还是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玩游戏 整个也是比较丝滑和顺畅的 天天我们马上进隧道了 深中通道来了 来了 哇哦 宝子们 我们现在已经到 深中通道的海底隧道了 进来这里之后 我就感觉非常的宽阔 因为它一共有 三四 四条道 然后我在海底隧道里玩游戏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卡顿 很非常惬意 没想到我还能在海底打游戏 啊 不说了 哇 你看 好好看啊 外面的风景 今天天气特别好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深中大桥上面 你看外面的天气很晴朗 我们从桥上面就可以远远的看到 到中山了 而且呢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 呃 岸上18公里了吧 幸好都是非常稳定的 哇 刚才给我的一整个感觉就是震撼 非常震撼 今天我们已经到中山了 哇 这么快 天呐 我 我这把游戏还没玩完呢 就到中山了 这太快了吧 今天的行程 航程用正午GT6进行的导航 请来问一下司机师傅 使用我们的正午GT6进行导航的一个感受吧 宝宝 今天你用这个导航感觉怎么样啊 无论是海底隧道也好 还是那个深中的大桥上面 在海面上 真的信号没有一点的卡顿 都特别的丝滑 丝滑 现在呢我们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 今天整个的体验 从 陆地到海底隧道 再到海面上的深通大桥 整个过程当中 我都在有使用手机进行 打游戏或者是刷视频 整个的过程 它的信号都是相当的稳定的 没有任何的卡顿和延迟的这样一个情况 而这样一个大桥呢 它也非常的宽阔和通畅 让我的感觉就是 不愧是世界级的集群工程 不为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生活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多角 而感到最好